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五十章 奇迹 虽然很不靠谱 可是九病成一这四个词 周荣却懂得 九病成一 是有这么一句话呀 可是呢 靠谱吗 他咳嗽了一声 看了看红之皇帝 红之皇帝冷着脸看方杰帆 方杰帆 这不是你开玩笑的地方 在红之皇帝严厉的目光之下 方杰帆依旧信心十足地说 请陛下放一万个信 相信微臣便是 微臣是那种不靠谱的人吗 红之皇帝沉默了 因为他看到方杰帆的额头上 分明写着不靠谱三个大字啊 张皇后泪水连连只是嫡气 女人哪 真是麻烦 方杰帆心中摇头 昨日见张皇后还是雍容华贵 充如不惊 可遇到女儿的事情便是方寸大乱 他不再犹豫 直接卷起袖子 说 劳烦请人给我笔墨 我要开房子了 御医们又抬头看着红之皇帝 红之皇帝最终叹了口气 曲曲笔墨 方杰帆之所以有着信心 是因为他看过相关乱文 其中就曾说过 其实公主殿下的病并非是无解的 在明朝条件之下 完全可以借助一些现成的药物 来做到药道病处 他复着身 一气呵成写下一个药帮 随即交给了周荣 周荣大抵看过 都是一些平常药物 可上头没血怎么服用啊 于是对方杰帆说 敢问方公子 这要如何肩负啊 方杰帆歪着脖子想了想 好像论文里没有关于这样的介绍 于是正算说 我也不知道 你自己看上办吧 这句话差点没让周荣噎死 抽不摇脸 你这样还好意思冒充大夫 一介之耻辱啊 可他真没办法了 只好细细琢磨一二 跑去和其他几个御医商量着 方杰帆则说 得散热 快 解忆 取湿巾擦拭身体 都愣着做什么呀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吗 人命关天哪 你们为什么一点不将 公主殿下的性命放在心上啊 好一通忙活下来 方杰帆才发现自己才是夺余的 他被一群宦官女官 带着一副嫌弃的样子 直接赶了出去 方杰帆恍然大悟 公主要散热 所以自己自然得扫地出门 我去 这算不算过河拆桥啊 几个御医去抓药和煎药去了 既要散热 红志皇帝自然得乖乖地自相隔终出来 见红志皇帝忧心忡忡的样子 方杰帆勉强笑了笑 陛下且放心 臣不是吹牛 臣下了药 定能药到病除 其实药效如何 方杰帆也不敢识拿酒瓶 不过到底能不能药到病除 却急不来 既然继续留在这儿是多余的 方杰帆看时候不早了 便向红志皇帝请示告辞 此时的红志皇帝 只满心担忧女儿的病情 眼看女儿命也去了一半 方杰帆开的药 吃之八九也不太靠谱 御医们又束手无策 可他还是尽力温和地对方杰帆说 方杰帆有劳了 方杰帆便行了礼 须不出宫 其实他觉得红志皇帝这个人 人品确实是实在 作为皇帝 即便急到这个份上 对自己还算是友善 倘若是其他人 八成要威胁自己一番 若是公主吃出什么问题来 便找自己算账运运 方杰帆临行时 瞥了一眼失魂落魄的红志皇帝 那操劳过度的脸更显忧虑 他助力着 双肩却因沉重的压力而显违密 如此过了两日 红志皇帝几乎两宿没有合眼了 他怅然坐在乡阁之外 几斤要下去 可女儿依旧是昏迷未行 他抬头看着月 万千愁绪涌上心头 当初的自己是爹不疼 也没有娘的孩子 虽说天皇贵胄 可却在冷宫之中小心翼翼 生怕一不小心便遭万贵妃的暗算 可现在自己有了儿女 儿子朱厚赵 现在勉强使自己放心了一下 可女儿朱荣秀 眼看着 怕是不成了 这小冰河期待的寒冷 在夜里格外刺骨 红志皇帝不知不觉见 竟觉得泪有些湿润 他一声叹息 还不忘去安慰侧座一旁 早已哭得眼睛微肿的张皇后 红志皇帝轻轻抚了抚张皇后的背 月娥呀 你十几个时辰不曾喝言了 这里有朕 秀荣吉人自有天下 定会转为为安的 张皇后悠悠摇头 她尽力地强笑 或许是害怕自己继续冲气痛哭 会引起红志皇帝更大的忧心 她虚了口气 悠悠地说 几个御医都已说了 方启帆并非是大夫 他的药十之八九 也是无用的 那周御医 也是委婉地说 秀药只怕是 熬不过去了 红志皇帝怒道 这些拥忧 到现在还敢成口舌之快 胡言乱语 朕绝不惊扰他们 说着 却又重重叹了口气 这大明天子 此刻全无九五之尊的样子 眼角斗大的泪滑露下来 朕只恨不得以身戴笑容 她也只是个孩子呀 朕这辈子吃过许多苦 可上天若是垂怜 这苦 续度夹在朕的身上就可以了 为何要让朕的女儿 说到这里 你是哽咽不能言 只是握着皇后的手 颤抖抽搐 却在这时候 那香阁里 一个宦官急匆匆跑了出来 她的声音 打破了这月色下的沉寂 陛下 娘娘 公主殿下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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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志皇帝不可置信地豁然而起 也顾不得张皇后 急步冲向寝殿 边见这寝殿之中 无数御医和宦官 巨都涌在凤塌之间 便听自己女儿 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声音 快快快 去中水来 周荣像是一下子 焕发了生机 这两日 她一直觉得 自己脑袋 好像随时 不在自己脖子上 如散考彼呀 可现在 仿佛一下子 有了希望了 居然当真是脑气 神了 医书上说 脑残者乌咬一眼 现在看来 太过武断了呀 有人嘖嘖称奇 神医呀 修病成医 竟比乌等沉浸 一里数十载 都要厉害呀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死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